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自行車以等速繞行水平的圓弧彎道時 與輪胎接觸的地面 提供自行車足夠的向心力 就是說 這個輪胎在這裡的話 它往這邊轉彎的話 是靠什麼呢? 靠地面給輪胎的摩擦力 然後提供向心力 方能順利轉彎 他說在相同的彎道轉彎 若速率變為原來的兩倍 V變成2V 那所需的向心力 約變為原來幾倍 我們曉得F等MA 向心力 Z等M 乘以向心交代度 R分之V平方 現在R是固定的 車子跟輪胎的質量也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向心力跟什麼? 跟V的平方也成正比 那V變成2V的話 那麼這個F 它就變成多少呢? 變成4F 也就是說 向心力提供的摩擦力提供向心力 是因為尊貫而為原來的4倍 但是V改 following 那應該要選V 變成我原來的4倍 V改正 ifV所以